《池西村》 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小村子 在清晨山雾弥漫时 走在乡间小路 内心充满了诗意 池西村在福建宁德 它有个响亮的名号 中国扶贫第一村 这个小村庄藏在泰姆山脉的深处 早些年时 这里交通闭塞 曾是一片穷山恶水 百姓生活很艰难 现在 走在村里的长安新街上 可以感受到 这里翻身着翻天覆地的电话 2016年2月19号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时 走进人民网直播间 通过视频连线 鼓励池西村聪明 扶贫根本还要靠自力更生 还要靠我们的乡亲们 内生动力 但是党和国家呢 一直会关心你们 支持你们 作为记者 我参与了全过程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石西村 以前的荒芜山地 如今变成了七彩农庄 每个季节都变换着不同的色彩 这里的蝴蝶园最有特色 能够看到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 还有赤西成片成片的白茶 也已经开始走出了大山 来到赤西 印象最深的除了山光 还有水色 九里西 下山西 光听这些名字 就让人充满想象 现在 这里已经成了有名的旅游地 我最喜欢的 就是乘坐木筏顺流二下 一边感受着漂流的感觉 一边欣赏着两岸的风景 赤西的度假古堡 到现在 已经四百多年了 抚摸着石墙 还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 如今的赤西人 生活充满了舒适与乐趣 常常会跳起热闹的奢族歌舞 再一次到这里 村中有了很多的新变化 但不变的 是老乡们 那颗质朴的心 我走着 看着 真切地感受到了 他们不愿初心 继续前行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